我兒子差不多十個月已經在讀 讀到現在兩歲半 他現在在家裡都很主動地講國語、講英文 表達能力就強了 大致上他都很乖和比較有禮貌 學了要排隊、叫人 真的很開心 因為他由十個月開始到現在 回到VIP後就回到這一年 都學到很多東西 有時他回到家裡 會問他學了什麼 他都會說到 新年的時候會學到武士、紅風包 好像剛端午節就說是爬龍舟 他現在回到幼稚園 我問他回學學到什麼 其實他講不到的 反而回到135 我問他很多時候都會告訴我 是學了什麼 我問他誰告訴你 誰教你的 他就會說是Mrs.Dudu 所以很感謝Mrs.Dudu 在VIP那裡 之前他都有上過一些國語班 他八個月已經開始上課 現在是一歲半 他就開始說話 發覺他在學習的東西 慢慢就出來了 可以表達很多 另外有個姐姐 在小小學堂學習了一年半 都是在VIP那裡學習 他懂很多字 他可以讀一些簡單的英文書 他可以讀到自己 各語的拼音也可以拼到 他很喜歡上學 老師也很疼他 他很喜歡老師 我小朋友是由七個月開始 在讀Play Group開始 慢慢開始適應之後 他去年的七月 就開始上暑期班到現在 就是VIP課 整個過程其實他都很開心 還有他都學了很多不同的知識 包括一些我們大人都未必懂的東西 有時他回到家講話 我們覺得很驚訝 我小朋友在小小學堂 讀了大概三個月 最初他會比較害羞 怕陌生人 見到那些陌生人 就哭了一大餐 自從回到小小學堂之後 個人就大膽了 個人主動了 還有見到陌生人 都會主動打招呼 跟他們玩 介紹自己 還有覺得小小學堂的課程 很全面 廣東話、英文、普通話 都很全面 小朋友也學得很好 很意外 他經常在家裡會念唐詩 又念油紙任 早發八帝成 我覺得很出奇 希望他可以全面發展 欸 黏頭 起近 後面 今天 沒有 diab